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疾病 水源性蕁麻疹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皮肤病 别名水过敏 严重患者只能饮用少量可乐来补充身体的水分 不可过长时间接触水 洗澡也只能冲几分钟的时间 患者可能会很沮丧很焦虑 总是很担心下一次犯病突然到来 目前世界上仅有35个病例 并且没有人能够被治愈 该患者是一名来自英国的女子 28岁的她患有罕见的皮肤病 严重对水过敏 据了解 该女子早也不能洗 只要水碰触到肌肤就会发红过敏 甚至是汗水 眼泪都会引起过敏 平时一口水都不喝 靠喝牛奶 因为牛奶相比水来说要好受得多 这对她来说是很难受的事情 水是我们生命最基本的必需品 人体中至少有60%是水 现在在寻找外星生命的首个标准就是要有水 简直无法想象对水过敏的她怎么生活的 别人很享受的沐浴对于她而言就是噩梦 在热带的海洋里游泳对于她而言就是在用漂白剂擦拭自己的身体 她很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站在花洒下 痛痛快快地洗一个澡 因为自己的皮肤病 她也不能和自己的男友接吻 唾液也会导致过敏的发生 不过她很乐观 说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家务全交给自己的男朋友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